此时我想起了我的另一位同事 一袋菊花茶足足泡了大半年 因为他疑似只放一朵菊花 一壶茶能喝上一天 不用喝就知道 你的菊花茶和白开水没啥区别 为了监督员工好好工作 公司在办公室里装满了监控 这又装了一个新监控 让猫咪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哪有什么心思观察你们 我是卡在这里啦 猫咪的行为人类很难去理解 为了吓唬我养的鲸鱼 它每天就这样看着鲸鱼 搞得小鱼儿都不敢游了 说实话透过瓶子看你是真丑 为了观察猫咪的日常生活 我在角落放了一台摄像机 然后每天可以看见猫咪 对着镜头这样笑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看到你笑成这样 我心里都发毛 养狗就没有那么多顾虑 因为我家狗狗最多是疯狂亲我 绝对不会有谋害我的想法 话所以这么说 旺财你能不能控制一下自己 把口水擦一擦 当然也有调皮的狗 出门前沙发店还是沙发店 回家之后沙发店就变成散装的了 这个金箍我是肯定会给你戴上的 别一脸委屈 别比我念金箍咒 前面这位同学 麻烦整理一下自己的发型好吗 你挡住我学习的热情了 黑板那么大 我的眼里却只有你的爆炸头 损友和坑队友一样可恶 看到朋友掏出老款洛基亚 并且要和我组队玩王者荣耀的时候 我立马拒绝了 我已经上不起了 哥们 咱们十几年的交情了 你还是去坑别人吧 看到今年的同学报道签名单 我肚子都饿了 这位叫饭好了的同学 是不是你出生的时候 正好家里的饭熟了 可能你还有个朋友叫菜好了吧